这本古籍是爷爷留下来的 其中记载了洛川神女的三生之气 命运之中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 跟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中的场景 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第一是 他因爱上魔宗少主而判处师门 最终遭魔性反噬 亲眼看着所爱之人因自己而死 第二是 他带着前生的记忆找到他 只愿世事伴他左右 护得周全 与他重逢后的每一天 我无时无刻不再提醒自己 切勿重蹈前世的覆辙 待他足以独挡一面之时 我便离开 然而 我却是高估了自己 那日苍山会晤 眼看着他遭人暗算 重伤倒地 我终究乱了心智 那一刻 我决定留下来 替他扫出一切障碍 帮他得到想要的一切 直到 他不再需要我的那天 可是 我却忘了 碧岸花海 神志的告解 忘了问他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忘了他命中的结束 是我 上一世 他因你而死 这一世 你以为能护他多久 前世之音 今生之果 他体内的魔心 同样牵制着你 所有的痛苦 你都会与他一同承受 且更深他百倍 故事到这 便断了线 缺失的部分 如石沉大海般 隐隐无踪 前程写下的一笔一花 红线挤不住长发 山石留白树枣 几年我才吃烟无花 爱与恨在雪中生花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你的身份来历 我不想知道 以后 还是不要相见了 你都在寻一场 试试动作吧 烟火未冷情 思维白发 何时天涯 并肩才只懂理想 你心虎所倒影流离望 可爱死当年如花 花处柳枝心仰 何天真了吗 独活时间的树面 我问过自己无数遍 若他不曾找回 前世的记忆 若他不曾看到 我今生的劫难 若前世我们不曾 在洛川相遇 他是不是就能 好好活下去了 喂 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找不到 有关第三世的任何记载 因为这一世 才刚刚开始 才知真心 原来是为谁 在洛川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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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第三世的任何记载 他需要在洛川相遇 在洛川相遇